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工程的结构 什么意思 咱们用VUE的Webpack模板 生成了一个工程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Webpack这个模板 生成的工程的结构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眼 就一个Webpack模板 生成的工程的结构 是什么样子呢 咱们首先先看一下 Webpack这个模板的官网 为什么要看 因为这个官网里面 写的非常的详细 对不对 大家请看 虽然是英文 但是我推荐朋友们 还是读一下 这样的话 可能理解起来更加的深刻 OK咱们回来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 看什么 看这个Webpack模板工程 几个最重要的文件夹 首先说 Build文件夹在哪 咱们打开 大家请看 就这个地方 首先说 这个MyWeb不是咱们 生成的工程吗 对不对 里面有一个 Build文件夹 就这个地方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Webpack的设置文件 什么意思 咱们编写的代码 咱们的网站应用的资源 图片 CSS 全都是咱们 VUE的语法 对不对 但是咱们要把这些个 资源文件 进行打包 用到什么工具 用到Webpack Webpack 不是说你杀就能用 对吧 你要针对咱们 这些个资源 这些个原代码的管理 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设置 然后呢 才能够正确的打包 那这些设置文件 在哪设置 就在这个Build文件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做Webpack 这个打包工具的设置 几乎这个文件夹 咱们不用动 所以我把它关上 好 咱们再看 第二个 Config文件夹 这个重要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咱们这个工程的设置文件 比如说我叫MyWeb 比如说您可能叫MyGame 都无所谓 这个工程里面有好多的设置 这个在哪设置 这个就在Config文件中设置 比如说 我这个开发时 这个IP这个端号号 我不想叫8080了 我想叫80行不行 没问题 在哪做 就在这个文件夹下做 有就有这些文件 我都给您做些讲解吧 比如说打包时 这个CSI该怎么打包 我想用这个SARS语法 我想用LESS语法 该怎么做 在这地方都可以设置 包括插件都可以设置 接下来 更重要的文件夹 是这个SRC 这干嘛的 原文件夹吗 咱们可以说95%的时间 都是在用这个文件夹 这里面有几个子目录 为什么 资源文件 比如像图片 咱们前两天做的这个CSS 没有问题吧 包括所有的组件文件夹 包括咱们的路由 包括今后 咱们做这个状态管理的VEX 都在这个文件夹下进行配置 所以这个文件夹 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有之一 这是从小咱们所有的原文件 经常用到 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 Static Static在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静态文件夹 所有的静态文件 放在这 比如说 咱们这个Lobot 对吧 比如说这个Google认证用的HTML 等等这些个 百年不变的文件 放在这个地方 后面呢 是这个官网的一个 我直接把这个官网的这个文档的英文翻译成中文 叫什么 叫编译时 这个文件夹所有内容 直接拷贝制 发布文件夹 看一下 应该是官网中 我翻译的就是这句话 大家请看 翻译的准确不准确 不知道啊 应该准确 好吧 另外还有个文件 非常重要 不是加了 是文件 Index 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的入口文件吗 换句话说 咱们做的应用程序叫做单页应用程序 怎么个单页 就单这一个页 index.html 就这么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中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首先说 这个地方呢 根据您的情况进行配置 这是这个html头的部分 这个地方 大家看body里面有一个IDAPP 换句话说 咱们所有的组件 所有的处理 都是在这个DIVIDAPP里面 进行动态渲染的 这个地方 首先说咱们不要改 就这么待着就可以 咱们想变的 尽管是这个文件的头部就可以 OK 其他的文件应该说 您作为了解就可以 比如这个package 作为了解就可以 然后这个 巴贝尔 巴贝尔 咱们几乎不用动 为什么 它是做把咱们这个 ES6语法翻译成渣辣椒本 然后这个是编辑器的 这个是编辑器的 这个是编辑器的 这个是小董我改一下吧 这个应该是4 因为我这缩锁一般喜欢14 这是咱们编辑器各种各样的设置 这个无所谓 这是GIT的忽略文件 其他应该就没什么 还有这个 前两天跟您说过 这是一个发布文件夹 把所有的咱们打包后的文件 存到这个地方 然后进行发布 提供给客户 好 大概咱们的MyWeb 或者说我们的应用程序的文件 大概就这么多结构 应该不是很难 今后咱们就活用这些文件夹 然后做咱们的开发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工程结构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没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现在视频会传到YouTube You酷的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因为这个You酷 转码有问题 所以我的 明明是1080视频 结果传过去之后 给我变成一个低情 其实我也很头疼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联系客服 没有响应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目前先暂时传两个网站 今后有可能传B站 到时我会通知大家 好吧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